在我身后啊 这些机械臂正在完成卫星组装的工作 是这样的 我们利用仓库管理系统实现对我们整个仓库的自动化的管控 比如说我们物料的编码 还有它的名称 以及它存在哪一个这个库位里面 比如说现在这里边这个就是我们正在生产的一个通讯卫星 它现在需要配送一个单机设备 然后堆车机将我们的料箱送到我们的出库口 操作人员将我们的单机设备放送到我们的其套托盘上面 在这个操作台上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面板 但它呢就是我们卫星的仓板 也就是说我们卫星的一面 等一下通过机器人我们会把那些零部件 比如说天线呀通讯系统装到这个面板上 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想象到跟我们生活当中抓到IG有点像啊 我们是创新的把这个真正照技术和我们卫星的生产做了一个紧密的一个欧合 提升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制度化的水平 进而能够降低我们操作人员的那个工作量 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这个小黑屋是在模拟就是真空特别极端的这种环境下 比如说高真空 比如说在面对太阳的一面时温度可以高达100摄氏度 在背对太阳的那一面可能是零下100摄氏度 在这种变化莫特的极端环境下 小卫星是否可以稳定的运行呢